現在進行第六條 請宣讀條文 現在進行黨團推派代表自發源 首先我們請中委員嘉賓 李委員洪軍請準備 主席在場委員先進 接下來我們處理的是有關於反深透法第六條 關於觸犯集會遊行相關的法律規定 我們知道集會遊行法是在1986年 我們終止解言之後才成立的 那成立的集會遊行法的目的主要是要保障 人民行使鋒民權 但是我們看到集會遊行法當中 絕大部分的處罰條款 譬如說27條 應該違反沒有按照時間規定去登記 要處罰罰款 28條命令解戰不處理 要處罰罰款 29條繼續辦理要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 如果30條集會遊行法的主辦者 意圖五路公署要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 但是我們都知道集會遊行法 其實保障的是合法申請集會遊行人 他應該要受到保障 只有在第五條的時候 對於合法舉行之集會遊行 不得以強暴脅迫或以其他非法方式妨礙 這是我們集會遊行法當中 唯一很明確的不是苛責集會遊行者 他觸犯其他相關的法規 而是為了保障合法的集會遊行 不受其他人非法干涉的時候 那麼非法干涉的人 只有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所以剛剛我們講到 反身合法認為 我們不是處罰中共同路人 我們處罰的是中共同路人 利用集會遊行法來破壞本國人民 合法執行的集會遊行 像白狼滋留者 我們處以他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併科五百萬的罰金 所以很清楚的 反身合法是來補充集會遊行法 對於合法申請之本國人之集會遊行 予以他更嚴密的保障 如果您是受滲透來源 接受他只是委託或資助的同路人 你如果是對於合法申請的集會遊行 你也參加 很好 你受到集會遊行法的保障 但是如果本國人民依法 申請的集會遊行 你非法來加以破壞 那麼你受到的 就不只是兩年以下的 尤其徒刑的一個究責 而是如果能夠證明 你是受到滲透來源 所指示 所資助 所委託的 也就是過去國民黨很喜歡說的 中共同路人 紅色代理人的時候 這個時候 反滲透法才會對你刻意比較重的行責 因此我要說的 反滲透法本身是一個要保障我們 我國人民合法行使憲法保障的 集會遊行權 選舉罷免權 遊說權 這樣的一個行為的法令 換言之 單有跟中國或跟滲透來源的關係連結 不構成對你入罪的事實 必須是你有違反法令的具體行為的時候 因著你有受到滲透來源的指示 資助或者委託的時候 才會產生反滲透法 對於你既有的違法行為 予以克責或加重刑責的處分 以上說明 謝謝總委員 下一位請李委員洪軍 這個剛剛聽我們中嘉賓委員在說明的時候 其實讓我覺得非常的擔心跟擔憂 當然或許中嘉賓委員 絕對是一時的情緒的一個發言 絕對也不是他的本意 可是我要必須要講的 他剛剛舉白狼 絕對是用這條法令判七年以下有去徒刑 白狼我喜不喜歡 我不喜歡 我討不討厭他 我討厭他 可是 我們國家是一個有法令的國家 我們是一個法制的國家 不是一個人制的國家 你即使你再怎麼討厭他 再怎麼樣不喜歡他 法要照著法來走 而不是針對性的路法 今天可以看到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下的時候 反滲透就會引起什麼 人民的恐慌 反滲透 絕對舉雙手贊成 中共的同路人 絕對是反對 可是 我們在台灣 可以在國際上站得住腳的 我們基本的核心精神是什麼 我們是一個民主自由 有法制的國家 絕對不是一個人制的國家 法務部拍胸部 保證沒問題 可是問題是 我們今天的法的定義 非常的模糊 自由心政太嚴重 這個所造成未來 我們社會的恐慌 會是怎麼樣 今天親民黨 我們要求的是 要定定反射鬥法 絕對可以 可是 你應該要把每一種的情況 你要把它說清楚講明白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 就說得很清楚 關於人民的權利 義務者 應於法律定之 讓人民有所依規 不是用含虎的立法方式 讓檢察官自己去解釋 時間到時候 我們的問題會更多 所以 有資深檢察官講 反滲透法 它的違法構建要件 定義不清楚 查辦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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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極為特定 建議陸委會公告 哪些人 與哪些機構 不能接觸 你定義不清楚 如此一來 只有人會接觸到的 明定的禁止交流的對象 才可以查辦 就是你要把它清楚化 把它明定化 結果你的模糊空間太大 台大教授林玉雄 也在臉書上 貼出了質疑壓 條文構成的行為 跟相關的定義 它的欠缺性的明確 雪上加霜的加重處罰 將來會影響到 在追溯務實的一個執行的可行性 這個才是重點 這個才是重點 謝謝 謝謝李委員 各黨團推派 花園的委員 均以花園完畢 現在來處理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加拿去 亭菜 士推廣 最近很嚴重 在市場上 為何 在市場上 亭菜 最多的原因 是 表決結果 出席73人 贊成69人 反對4人 去全靈人 贊成者多數 做以下宣告 第六條 好 照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通過